我是小浪 疑似意外 我被塑造成蚂蚁大小 我将在花园里生存下去 地面生存的第35天 昨天我们爬上蓝莓树 寻找神秘缩小人的线索 却发现上面有好多科技管道 还意外发现了一个资源储藏室 收获了不少好东西 殊不知 我们之前偶遇的神秘缩小人 会让我们以后的生存 举步维艰 不好 是臭丫头 该不会又被蜘蛛网粘住了吧 我得赶紧过去看看 举头 你在哪儿 浪哥 我在这儿 在这边 快 举举头 你没事啊 啊 有啥事 浪哥 难道是我产生幻听了 你确定 你刚才没喊 嗯 我不确定 刚才实在是太生气了 浪哥 你看下面 我就想摘几个浆果尝尝味儿 谁想它们这么难摘 我摘一个 它吊一个 我摘一个 它吊一个 结果 全都摔了个稀了 气得我 都要抓狂了 我说臭丫头 蜘蛛室里有好多食物 都不够你吃吗 你非得打它的主意干啥 你不知道这种浆果是有毒的吗 有 有毒 完了 全完了啊 浪哥 你不是还没吃吗 浪哥 接下来的路 我就不陪你走了 你要照顾好自己 要好好的 人生 就是一场旅途 无所谓 起点和终点 真正让人在乎的 是路上的人和风景 浪哥 你一定要记得我 我天 等等 臭丫头 它是有毒 可我也没说 它能毒死人呢 好险好险 臭浪哥 差点就出人命了 你能不能 一次把话说完啊 你也没给我 说完的机会啊 浪哥 也都说了 浪哥 浪哥有毒了 还费字 收集它干啥 臭丫头 不是我说你 你这脑子 一天天的 别光想着吃 浪哥的果肉 虽然有毒 但是它的皮 坚实耐造 有大用处 你看 它制作沙发的 上等材料 四个浆木皮 四个树脂 一个橡果壳 成了 小沙发 玲珑精致 小巧迷人 坐上去很舒服 以后放在咱们的营地里 就可以随时休息了 怎么样 丑丫头 将我输的毒 发作了 好好干 出了汗 才能把毒排 明白 浪哥 嘿哈 嘿呀 毁了 龙呀 嘿哈 嘿呀 快排毒呀 过来一趟不容易 我自己找找 有没有一路的资源 这里怎么有个洞 进去看看 这里怎么这么多蚂蚁 它们一个一个 好像是被人用木棍 戳在这里的 地上还有蚂蚁腿 收了 不然也是白白浪费了 这 这好像是人骨和蚂蚁残骸 组成了一个 特殊的图案 再结合 这边大量的蚂蚁头 我怎么感觉 越看 越像某种仪式 这还有一具人骨 手里还能拿一张纸 我来看看 蚂蚁图腾配方 难道 是那天建造的 温德尔博士 科学的恢复身体大小 总是失败 所以在尝试用迷信的手段 那天见它的样子 个子还是跟我一样高 证明这次实验 它并没有成功 说不定还会继续尝试 糟了 那下次 我和臭丫头 岂不是有危险 快走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刚才拿你的蚂蚁腿 物怪物怪 我现在就还给你 好了 溜了溜了 拜拜 拜拜